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网友,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6月4日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有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家珍珍的大家好,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和分享,还没按订阅,记得按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有新闻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 还有三台沙冷气的点赞,分享和订阅 多谢大家 好了,昨天我们说过加拿大三大电讯商 Bell和Telis 就决定不用华为用Ericsson 而剩下的Loges 我查过了,原来都是只用Ericsson 就是一向都用Ericsson 那三大电讯商就决定去全部不用华为 加拿大也挺有的 加拿大也挺有的 加拿大政府就不下命令 就有些电讯商自己搞 跟着就搞,你中不了标而已 不关我事 加拿大一向都这么做的 大家看看他怎么对华为 之前华为和孟晚舟 杜都已经说了一句 我们是绝对司法独立的 无论他怎么判出来 我都是不关事的 我是不会道歉的 我也不需要解释的 因为我是司法独立的 加拿大作为一个小国 是一个在超级大国隔离的小国 只是地大的 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绝对的公平公正 有什么事就说 我们是根据法律做的 我是没权的 或者扮到公平公正 加拿大是绝对的 扮不到 他只是说我是公平公正 好说的 其实全世界的国家 收回来说 拆开来说 昨天 Trude都被人问他 被人问他 你怎么看美国 他停了21至22 21秒 没错 然后就说 美国发生的恐怖的事 我们是看到 加拿大呢 都也是发生 这个injustice 不公义的时候 全世界都有 加拿大都有这样的事发生 就是类似这样的说话 都有这些系统性的歧视 是加拿大都有的 我们是要自力清除他 就是诸如此类的说话 但是再被人逼那时候 他说了一句说话 就是说 我是一个加拿大的总理 我是必须要顾及加拿大人的利益 没有说过 什么都没有说过 就是等于全世界有些人 现在不停在这里叫 加拿大要收香港人 要谴责中国 但是大家要记住 最后那一句 我是一个总理 我没有理由会为你的 我们是 这些事是要顾及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 我们也要顾及 就是这样的 就是现实政治 那我们再说 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可以怎样呢 是的 那其实现在这样的 我就说一下 那现在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说一下 六珠 那大家知道 其实五珠都未普及的 尤其是我们五眼集团 五珠依然是 我是这样看的 就是有些圆 虽然说 现在我们其实有一些 rock band 应该叫什么 中文 应该那些 网络呢 它是寫五珠的 但是 看上去的速度 都是一样的 那事实上 现在 中国、美国、日本 和韩国、俄罗斯 和欧盟 和其他国家都已经是 核螺紧固的 准备了六珠的相关工作了 那其实呢 中国国家 就有一个叫 六珠技术研发推进工作组织 总体专家组委员会 宣布了 其实呢 中国呢 已经 已经研发着 这个六珠技术 很久了 那六珠总体专家组成呢 就有中国电信 技术创新中心 副主任 那 那其实这个人呢 叫 楊峰义呢 其实就是国内的一个权威来的 那其实呢 他就说 目前呢 六珠研究呢 都是属于 探索性阶段 技术上没有任何 傾向性 即是 其实什么都认识 因为其实他设计 我们都说过 五珠 其实很多standard 都是 哪个做得快 哪个抢了尊 哪个设计 是吧 就是设计了个标准 行业标准 那他就说 体现六珠 指标 还有很多层面的 单从速度来看呢 那六珠呢 其实就是 五珠的10度100倍 那 那我就说一下一些 技术上的东西 研究过过 那就说 一位芬兰的教授 一位芬兰的教授 在芬兰的奥鲁大学 六珠奇纳研究所的一位教授 就在2019年呢 就发布了全球首份六珠的白皮书 解释呢 六珠技术的趋势 那这份白皮书 列出了六珠技术的几个很关键的指标 那其实就一个就是六珠用户 最高传递速度是1TB 1TB 听到我挺厉害的 其实五珠呢 普遍来说就是10个Gb 即10珠 Gb Gb 那其实就是六珠室内定位 精度呢 就是十厘米 室外就一米 相对于五珠 那这个已经提高了十倍了 那六珠的通讯呢 而的延期就只有0.1毫秒 这个其实就是 不过就是一个 理论实验室的环境 因为其实我们做实验都知道 其实是 是将很多东西是 温度和湿度 还有在无菌的状态下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延期的情况 只是五珠的五分之一 那其实呢更加可靠 还有中短的机率 就是突然之间断线 offline的机率呢 只有100万分之一 那连设备的精准度 都是每立方 几百个那么多的 那另外呢 五珠由于小时候 六个核珠的核枝 那其实呢 擴展到毫米的波段 六珠就将会到这个 太核枝 那其实就是 網络的容量就大大提升的 那这样说吧 现在就是六珠呢 那领跑呢 其实就只有中国和南韩 南韩呢 就三叔呢 和老公电子呢 就是LG电子啊 那这样就 大撒币 他搞了一个 八万 sorry 不是八万 是八亿美金的计划 就去做这个研发 就是研发6G的 那南韩他就想是第一个 有6G 商用的国家 那中国啦 刚才阿珍比斯也说啦 那北京其实 就是上年十一月 就主力都是华为领导的 其实那个研发 那 那就是6G现在 最初呢 就应该是2023年呢 就会有那些标准出来 那2027年呢 就会有那些商用 就是其实现在你那个5G 出了来之后呢 就今年到2027年 大概是八年时间 用这个5G用八年 但是当然啦 现在 就是 我们这里 就是澳楼 基本上就是 没有5G的 哈哈 但是这样 这样说法的 制式的制定权 很明显已经不会在美国人手上 美国现在追紧 追紧 美国现在是追紧 美国现在是 其实他有些优势的 因为他那间公司叫 大家都知道 晶片那间公司叫高通 现在是 最大部分的手机 都是有用这个高通的晶片 尤其是 不过主要是 都是说 谷歌的 就是Android手机 但是 你 就是国内 现在已经有 其他公司 都想做这个科研 其实小米 都投入了不少 小米 其实可能都 都会 就是由一个 就是纯粹整合 产品的公司 变成了 真是有做6G研发的公司 因为现在有些新闻出来 就是6G 就是小米 都投入了不少钱 那 再看看 再看看 就是 就是中国现在 最大的 优势就是 5G是领跑 绝对是中国领跑 5G 这个没得说的 那美国 就当然是堕后了很多 那还有 中国那个5G 那个 就是那个频谱 就跟美军 那个用的频谱 是一样的 所以美国才那么烦 就是美国它是说 一个毫米波 那 但是毫米波的问题 就是需要 机站的数量 很多很多 那现在6G 它们都是预估 那个机站的量 要多很多 但是呢 那个机站的 size 就可以小 为什麽呢 就是因为 它的天线 也可以小 因为现在的天线 很大的 就是 就算是4G 5G的天线 那6G的时候 就应该 是5G 10倍的机站 就是 现在估计 就是现在 根据一个 祖稻田大学的 教授 他就说 他估计 就是他自己的估计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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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有60 就是我用日本来做 他也是用日本数据来说 那就是 60多万个机站 那 他就说 6G大概 就会要10亿个机站 左右 他是这样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多很多机站 才可以搞得到 他大概估计 就是 就是人口量的10倍 就是机站的数量 他估计 全世界大概需要1千亿个 不知真还是假 但那些数字有点快 要1千亿个 这个 6G机站 全世界 那其实 就是 如果 6G这样 领跑 可以的影响 会有多大 其实现在说 5G又说 可以 已经遥控 中好机械人 说得这么厉害 到6G那时候 真的很难以想象 是什么 就是 那个速度 是会大到 大到什么地步 就是 如果依他们这样 就是 好像说到 太空 就是好像 现在其实 大统领说到 又说出太空 太空军队 这样 是不是 就是可以 遥控太空军队 那种程度 如果说到 就是越过越跨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夸 就是现在其实 5G很多 形容 就是那些人说出来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很夸张 是啊 因为 实际上 是 暂时 是没有那么需要 就是你暂时 是没有那么需要 当然了 遲些都会有那么需要 但是暂时没有那么需要 而且 就是这个19病毒 呢 使得流动通讯的要求 的需求 是少了很多 那些人都在家里 就是 现在我看到就是 就是 虽然当然了 有人会开车出去 要上班 现在交通都会 尽量回复正常 但是 上网那些 喂 坐在家里的 就是很多时候 你开车都不准上网 对不对 是的 那么 你去到一个地方坐下 又有WiFi的很多时候 究竟流动通讯 就是 其实就有几大用途呢 就是 现在 今时今日 究竟是 就是这个6G会有用点 还是 就是 美国领跑 就是有一个是美国领跑 就叫做WiFi6 就是WiFi6 这件事也是 就是其实美国是没有 堕后的 那他们 WiFi6是什么 叫 它是一个 传输会比较很多的WiFi 就是其实是和6G有不同的 没有什么关系的 它这个叫WiFi6 它是会快很多的 是一个新的标准 那它那个网络的 就是那个capacity 又会大很多 那个频宽又大一些 这样 就是其实就 它 他们现在这么说 就是 现在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这个科技呢 进步得很快 但是人呢 还没想到怎么用 就是或者是用它来赚钱 就是美国呢 就现在就 其实就有某程度上 就脱了政策 就是5G 它就不搞了 就是它不是不会搞 它会搞 但是它会搞得很慢 因为它是将 很多东西 就是那个筹码 是扔掉下去6G那里 因为其实5G 已经堕后了 那其实 6G 日本仔和美国佬 应该是会一起搞的 嗯 因为现在Amazon 日本电信 有家叫KDDI 都合作的 又搞这些 那 就是日本 因为5G都是落后了 那它们 日本和美国呢 它有个同样的目标 就是 6G要赢 是 这个 这个 特朗普先生 都曾经大大声说过 我们 不搞5G搞6G 那 这样说法 就是 它是决心 那 未来百年定义 让你给你欧洲 就不让你给你中国 是啊 而在下一个 下一个世代 就由它美国在那里领包 那样 就是好像以前 是 它想 其实它整个贸易战 或者对华为的打压 其实就是想这样 因为它知道自己 落后了 那它只能用其他方法 压制你几年 就是它 它用时间会取空间 就是我这样看 就是 科技来说 其实 其实 美国它现在这样做 那些政客 大统领他们 是 勃起了 美国人 一个 culture 里面的 那种竞争心 是很强的 美国人 他不停 我发觉 他近一两年 是不停的 在这儿 和中国的竞争 嗯 其实 就是这样的 就是 你不会是 就純粹是美国人有竞争 是会进步的 中国人都会进步 因为你看到 就是我去年 十二月的时候 就回香港 就上了去 内地听货 那 中兴 其实 其中一人 所以对不起 一个专家 不应该是一人 就是很不尊重 其中有个 有个 专家 专家学者 是吧 就是 其实都是领导来的 中兴的那些领导 就出来讲 其实 中兴在 就是你表面看中兴 中兴不及华为 有很多人说这一件事 但是中兴在有一些领域呢 就是 它有它读到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那个 卫星通信 因为5G 到了后期 或者6G开始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在想 就是要 卫星 要用低空卫星 那现在就算 日本仔 那个 NTT 那些Docomo 都是 就是都是在想着 用 就是怎么说 用 用 卫星啊 再加上那些 就是 机站呢 就周围放啊 那些这样的做法 或者在高点的地方放机站 这样的 或者 还有一家叫做 软银 大家都听过了 应该 那他就说要 用那些无人机 就是那些无人机 在天空那里飞 来做机站 就是 现在是很多新的想法 因为到6G的时候 那个机站的尺寸很小 这些变了可能 因为5G机站就没有了 整个雪櫃这么大的东西 那你没可能 飞上天 就是你可以飞上天 但是没有成本效益 嗯 那现在就 现在就在说 就是6G那些 小机站 就像手机那样 那 那你像手机那样大 你飞上天的话 都会做到有成本效益 如果你真的做到 coverage 那 那 那还有 那些机站呢 可以到处移动的 现在还要说 是这一样东西 6G是到处移动的 连车都可以做到机站 所以 是啊 所以 想的东西很多 现在实际上 take shape的 真是已经成型的 就很少 那 都是 很多都是概念 那 日本仔有样东西 就是这一样东西 就是这一样东西 你真的要天马行空 我们比较实际一点 做事 就是始终都没有日本仔 就是天马行空 是 所以其实 他们的爱情动作片 都有很多都是 几天马行空的 老实说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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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们天马行空 就再加上 美国佬的晶片技术 其实未必 他们未必会输的 就是他们真的有可能 那 看看他们 怎样翻盘 那 中国 唯有自己继续做 因为中国 在这个层面 就没有朋友 基本上 基本上 没有朋友 那么唯有自己 靠自己 这个没有办法的了 中国人就是这样 就是君子群而不党 是不是 就是好像我们 都是没有朋友 哈哈哈 哎 你说得对 哈哈哈 你说得对 好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